通州被日军占领十年 二战结束后又被国民党统治了三年 被日本被国民党建设为反共活动的模范线 反共基础很强 沦陷后据共匪公安部门统计 被共产党的公安部门公安局统计 暗藏的完伪军 完完军指的国民党 伪军就是日本人的伪军 黄邪军治安军这一类的 完伪军排以上的军官 在通县北京通县通州 有多少人呢 排以上军官 就有1767人 国民党的党员有686人 反动会道门 反动会道门就是一贯道之类的 这个说是人家 把人家说成反动 这个反动会道门有36种 道手 就这种会道门的首领吧 这种类似于宗教或者迷信 或者帮会或者地方性组织啊 这种道手有478人 还有一些中统 国民党的中央统计调查局 军统 军统局 后来叫国防部保密局 特务和各种的反动武装 从1949年到1950年的年初 在这个京津公路 还有京通公路 就是北京到天津的公路 还有北京到通州的公路 不断发现有死尸 被遗弃在路旁 多为被抵抗力量 剿灭的共匪分子 就是共产党的党员呀 积极分子呀 干部啊 警察呀 这一类的人啊 被这个反共的特务啊 什么宜贯道啊 原来这个这个国民党军队的 还有这个日本人的伪军的 这个些军官呀 士兵啊 被这些人杀的啊 据中共当局统计 该类案件达72起 就至少有72个共产党的人 应该就叫被暗杀了 或者被整肃了 被惩罚了 被解决了啊 反正就是不明不白死了啊 这种人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啊 那么朝鲜战争爆发后 反共力量壮大 是吧 朝鲜战争一爆发 这个那个支持国民党的人 在共产党统治区的都开始起来了 这个迁居北神树村啊 通州有个村叫北神树 南北的北 这个神仙的神 树林子的树 北神树村的 国民党员叫张荣嘉等三人 以天主教的教职的身份 表面是天主教啊 神父啊之类的 那么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他们组织起农会 他们组织起农会 掌握了村中的大权 张克庄 国民党的保长 国民党员的保长叫李凤祥 与地主叫张学霖 夺回了村政权 拒不向共产党政权交工粮 反对抗美援朝 还有人在刺渠村 刺渠也是通线的一个乡吧 至少是个村 刺 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齐刺的刺 啊 这个来了三次的刺 渠水渠的渠 刺渠村旁 插上了青天白日的小旗 上面写着打倒共产党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 蒋介石要回来 五国联军正向中国进攻等 五国联军不知道是谁啊 美国 日本 韩国 是吧 还有谁啊 英国 法国吗 五国联军啊 在这个马居桥 在渝府 在应四啊 就是应该的应四庙的四 应四 还有密子店 哎 密子店是通州最东边了 挨着天津了啊 密子店这地我都去过啊 徐新庄啊 这地我都熟徐新庄 是吧 宋庄 是吧 什么这个 呃 不是尹家府是通州 那个叫什么 我看看啊 那个地儿 哎呦 忘了名字了 那地儿我还去过 那地儿有一个厂子 原来我们一哥们 我们那个活鸟游厂 有一个王啊 王小齐叫王什么 他原来就在 那通州 那叫什么地儿 来着 我现在忘了啊 像通州 还什么梨园啊 啊 像什么这个 这个大运河的森林公园啊 什么环湖小镇啊 那地儿我都去过啊 那么还发生了 烧粮库 还有抢劫 这个汽车等事件 小甘堂村 甘 甘肃的甘 堂 海棠的堂 小甘堂村 清算委员会 清算委员会啊 计划推翻共产党的村政权 啊 这个 但是后来这事没成 宪兵队的队长 国民党的军的 国民党军队的团副 啊 当过宪兵队 宪兵队应该是日本的吧 然后又是国民党军的团副 这个人叫冯光谱 姓冯 光荣的光 二马冯 普遍的谱 冯光谱被谱啊 还有国民党 叫大陆 大陆指挥所 平津指挥使 冀冬 冀冬就河北省东部这一带 过去通州都算河北的 游击别动大队 以这个大稿村 他这个稿就是文字稿啊 写个稿子 这个大稿村为基地 以通州 红德茂 成一局 为联络点 成一局 有点类似于这个 是吧 服装厂吧 红德茂 这个红艳的红 三点水 那个红 道德的德 茂盛的茂啊 红德茂成一局 就是这个红德茂 服装厂 为据点 为联络点 计划配合国民党 反攻大陆 组织武装起义 后来 这事啊 也是被人家给查获了 给破获了 15个成员被捕 包括 刑少先呀 田张红啊 徐承瑞呀 徐承章啊 这个徐承瑞 徐承章 像是亲哥俩 或者是堂兄弟啊 等11个人 被共产党当局 枪毙杀害 从10月至1950年 1951年初 李树芬呀 张明安呀 马振东啊 等抵抗力量 有多少呢 有62股 有62波 抵抗共产党的 国民党的力量 先后遭到镇压 有多少人被捕呢 有205人被捕 平均每一股 有4个人被捕 看来都是一些特务啊 或者是一些小股的武装啊 还有一个叫全佛 全佛 全部的全 这个佛教的佛 大道会 大小的大 这个道路的道 会议的会 全佛大道会 武装起义 在1950年的 11月的20号 在通县 有个村叫 骚子营 骚子营啊 就是那个骚 啊 兴骚的骚啊 骚子营村 骚子营 现在是不是归大兴了 我现在不确定啊 骚子营村 全佛大道会 成立了 前清国 就是那个 前清宫 那俩字 前清国 道手 王振玉 就这个宗教组织啊 这个所谓的会道门 王振玉称帝 开始反共 开始叛乱 也可以叫起义 当年的11月9号 这就不对了 11月20号 他们起义 11月9号 12月9号吧 就是第二个月啊 大概也折腾了20来天 嗯 11月 12月9号 通县公安局 指挥干警 剿灭了该会 击毙了匪首 把这王振玉给杀了 重伤两人 俘虏九个人 1981年 通县清理高速地名时 将原村名 骚子营 一称金名 啊 通县可能修高速 然后有这个把地名给 重新起了起地名 骚子营就改叫现在的名了啊 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名 这个我可以查一下 原来叫骚子营 除此还逮捕了地主赴农31人 到手 就会到门的啊 这个首领47人 将近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反 镇反 于1952年年底结束 共缴获各种枪支 49支 子弹 手榴弹 若干 电台一部 胶轮大车 胶轮大车 就相当于后来的卡车啊 胶轮大车 那都是胶皮骨髅 那个六辆 自行车28辆 大牲畜两头 就是马呀 骡子呀这一类 大牲畜两头 黄金 415克 逮捕反革命分子 619人 其中枪毙了126人啊 光在通州 枪毙了126个 判死缓的21个 判有期徒刑的171个 这当中自个儿病死的9个 然后转到外地处理的9个 可能这个人的户籍是外地的啊 逃跑了 逃跑了22个 教育释放了啊 就是说 罪过没那么大吧 比较轻微 教育释放了97个 受管制的坏分子21个 正在审讯没有处理的 未处理的143个 未补 没有得补 然后直接交村里边管制的81个 就村里边你们管管吧 就是坏分子 比较清卑的啊 经过复查 后来又复查 仍然有21个村 镇压反革命不彻底 39名 这个判死缓的啊 反革命分子 有一个姓宇 大宇治水的宇 河南宇州 山东宇城 那个宇 叫于仰然的 高金奎的 李万诚的 徐雅斋的 张瑞的等 被判死缓 1955年下开始到年底 又搞了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55年又有啊 我原来以为 只是50年代初有一次镇反 他又有一次 这次又查出了反革命嫌疑 有嫌疑的230人 经过核实调查 逮捕了168人 枪毙了8个人 侦破了潜伏6年之久的 马居桥 马居桥现在就那地挺火呀 就现在北京那个 那个找不着活的 就是那种临时工 一天一节的日节工 这一天给100 给200 给300 完了当天给钱 很多这个劳动力 这些打工的外地人 不都驻扎在 聚集在马居桥吗 马居桥的西边 就是大兴的艺庄 现在艺庄不属于大兴了 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老百姓一般就叫 就叫艺庄 那边有什么旧工啊 新工啊 有什么这一类东西啊 把马居桥的国民党区党部给给给破获了 还有七个分部 在全县还清理出来了未乡政府登记的国民党党员96名 我聊的这一段 他这个 来自一本书 这本书叫北京通州史治 史治啊 就是地方治 叫艰辛的起步 这本书叫北京通州史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